带小孩爬山再也不用耗費心力 只要錢到位 就能找到無數身強體壯的青春大學生 幫你背上山 這是近來席捲中國山東的新型打工方式 大學生陪爬泰山 有大媽樂得找男大生背小孩 而山東大學生也藉此賺錢 順便練體力還能減肥 中國五月之首泰山坐落在山東 風景優美吸引不少民眾挑戰 但考慮平時沒訓練體力不足 照大學生陪爬一趟 只要200人民幣約台幣900 就算是晚上也只要300元人民幣 約1350元台幣 還可以加價選購汽車接送 但這類自創生意之所以如此火紅 恐怕還得回歸中國景氣急劇下滑 將男職工的法定退休年齡調整至63周歲 將女職工的法定退休年齡 分別調整至58周歲 55周歲 就業市場上過度競爭 加上中國人口嚴重老化 養老金入不敷出 中國政府宣布從1978年以來 首度提高退休年齡門檻 為的就是延緩這些人領錢的時間 大家千萬別走誤會了 延遲退休只是說大家63歲才能夠領退休金 沒有保證說大家可以一直到63歲還能領退休金 變相形成同時有三代人都在勞動市場上競爭 失業惡性循環下經濟危機勢必持續拖累中國附屬腳步 這段新聞也歡迎收看 今晚到